一位就是台中市长卢秀燕争取连任成功 他也打破了台中直辖市长连任的魔咒 让他在现场忍不住哭了出来 而正于对手蔡奇昌呢 虽然败选了 但是他也说不气馁 会加倍检讨自己继续加油 台中胜利大赢超过20万票 台中市长卢秀燕争取连任成功 在支持者的簇拥下 大进场现场气氛超级嗨 所有的朋友我们不仅赢 我们还赢得漂亮 这么快 路秀燕上台致辞 眼眶泛泪情绪激动 我哪些的后援会 我哪些的职工生病了 但是他们从来没有 跟我要过一个人情 没有 他们在每个地方一直 即使发的烧都没有消息 在帮我拉票 发过颜文正总认识 我知道 在后面记得他 我们为市长加油好不好 卢秀燕忍不住哭了 感谢这一路以来帮忙的所有人 高票当选 他把功劳让给台中市民 而这场仗不止光荣胜选 连任成功 也打破台中县市合并以来 市长连任魔咒 今天我的当选连任 不是罗秀燕郎 我今天的当选连任 是表现出来台中这个伟大的城市 我们有智慧的市民 你在监督我 我不会辜负你 我会做得更好 我会更认真 罗秀燕保证未来四年 一定会更努力更认真 而对手民进党的蔡其昌败选了 竞选总部现场气氛低迷 有支持者忍不住哭了 今天在现场不离不弃 还在关心蔡其昌 关心台中的未来 所有的现场的这些好朋友 网路上的所有的好朋友 我们先深深一鞠躬 谢谢大家 蔡其昌向所有支持者 深深一鞠躬 这场选战输了 但蔡其昌不气馁 一场选举的失败 我们必须用最虚心 最诚心的方式来检讨 人生不必怕跌倒 但是我们怕的是 不知道为什么而跌倒 蔡其昌感谢竞选团队 和支持者一路的陪伴 强调会加倍检讨自己 还向卢秀燕喊话 恭喜卢秀燕市长 希望卢市长 在接下来的时间里面 能够不要辜负 每一个支持他的台中的市民朋友 九合一大选结束 台中市开票 结果最终由如秀燕 争取连任成功 华新闻综合报道 空有 女孩 你怎么尝试 不让你 女孩 女孩